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Harrie 欢迎来到Harriewood 大家一定发现了 今天录视频的地方变了 那你一定会问 这是什么地方 好吧 片尾我一定会给你答案 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订阅哦 谢谢啦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先给大家看个视频 大家好,我叫Harrie 我在洛杉矶 终于我这个频道还是开通了 我这个想法呢 其实有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这就是去年的今天 我在油管发布的第一个视频 2020年6月8日 Harriewood终于在油管正式开张了 正好一年 今天就是这个频道的一周岁生日 我想你一定会说 还以为是什么促销发福利的日子呢 你频道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对对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其实这个日子啊 大概真的只对我意义非凡 一年前 一个中年屌丝 辗转难眠最终爬起来开始录视频 聊影视 谈冲浪 说想法 分享感悟 对于大多数博主来说 这真的不算什么 他们拿起相机就可以滔滔不绝 说出很多精彩的内容 马上就可以吸引无数的粉丝 同样的事情放在我身上 就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 我大概琢磨并犹豫了至少两年 最终编出刚刚那个第一个视频 接下去的一年 艰难而痛苦的做了 大概一百个不堪回首的视频 不过 真的要好好感谢 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 多谢你们的荣誉 正因为每天陆续有一两个 像你们这样的热心朋友的订阅支持 才让我有动力继续前行 感谢你们 好吧 来简单回顾一下去年所做的视频吧 内容包括电影人访谈 我参与的影片 演员招募 还有冲浪日记 我采访了大概12位 包括导演 演员 制片人 选择导演 等等在内的电影人 另外制作了大概43个casting call 也就是演员招募的视频 冲浪日记呢 大概做了82期 记录了过去一年每一次被让拍到岸上的过程 其中还包括两次被魔鬼与钉角的悲吹且不堪回首的采访区 最后就是一些乱七八糟 访问一下希望能在评访区看到你的苦吵 再次感谢 回到开头的问题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在这里录视频呢 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个快递门店 这是我周一到周五 每天至少工作七个小时的地方 对 说了一点都没错 我就是一个快递打包工 而且还是专业的啊 在我的视频里所有的梦想和感悟都是在这个残酷的现实之一里做的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处理的还是OK吧 既能养活一家大小也能每天做个梦 那关于这个现实的话题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在评论区给我回复数字1 如果回复足够多的话 我一定会专门找时间跟您来细聊现实这个话题 最后说一下我接下来的视频想法 首先呢 我还会继续做好之前的系列内容 然后我想聊聊我在印度六年的遇到的好玩的事情 作为一个七零后 我也非常想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快乐的童年时光 以及我的家乡的一些趋势 希望这些内容你会喜欢 然后也当然希望你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你想了解我哪些方面 或者说你想我聊哪些话题 那今天就聊到这吧 拜拜